大家好,我是酷琴 那看到这个形式,大家应该已经猜到怎么了吧 没错,今天就再来完整攻略机器人这一只角色 那我这一次的攻略法跟之前的影片差别超级无敌大 我大概泡在尖塔里面两个小时后发现到 球球流派真的是太困难了 不仅要靠运气外,还要算球的数量 其实很耗费精神又很不稳定 所以我这一次完全改变成以一般的攻击牌为主 球球为辅 而这个战略让我在后面打各个王冠的时候就变得超级无敌顺利 那这次的影片分成三段 在每段玩的时候都会用一般速度播放 编辑完后也发现到很快的都突破了 所以说玩这种游戏真的是要彻底改变自己的想法 才会有更上一层的突破 字幕志愿者 杼人 杼者 杼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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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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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应该已经有看到 我主要拿的牌都已经是一般的攻击牌 如果说一定要拿生出充能球的牌组的话 通常我都会拿有附加攻击力的 因为在每一颗球出现到最后面的时候 生成一颗新的代表我可以做一次追加攻击 还蛮有用的 另外就是我开始有在专门拿爪及这张牌 主要的原因是虽然说这张牌的基础攻击力不高 但是只要使用之后能力就会上升 最重要的是这张牌是零消耗 我在第三关的时候会拿到一张无敌重要的关键牌 是能够取回牌组里面零消耗的攻击牌 也就是说这种牌拿的越多 之后能够加成攻击越高 是相当相当重要的牌组喔 大家支持他 我们迎接到二楼 三楼 是 二楼 三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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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楼 呃 这一次是超过其他人的存在 他的存在 不过其他人的存在 对 对 下一个人的存在 对 我一定要 好 好 这只能有部门 甚至不准死 这只能有个屏幕 这是一个狂的地方 这只能有一个兴趣 这只能有一个人 是一个狂的地方 不得死 我们的狂角 在这只能有狂的地方 我们的狂角 是真正的 我们的狂角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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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